士兵勋章是美国陆军颁发的个人奖章。 1922年,陆军部发布通令,开始承认士兵在和平时期的应有行为。 今天,我们就介绍几名士兵勋章获得者。 美国空军中士斯宾塞斯通 Spencer Stone,1992年8月13日出生。 2015年8月,在阿姆斯特丹至巴黎的火车上,与两名美国公民制止了一名相守,获得了国际知名度。 受到了奥巴马、哈德接见,获得了士兵勋章和紫辛勋章。 法国总统奥朗德,授予他法国最高勋章荣誉军团勋章。 2015年10月8日,斯通在萨克拉门托,再次被歹徒刺伤。 这次建议勇为,让他晋升为下士军衔。 11月又晋升为中士军衔。 一年两次进军衔。 可见美军对于建议勇为也非常认可。 罗伯特·W.帕克·罗伯特·帕克,美国空军退役少将。 1963年加入美国空军。 分配到曼诺特空军基地,第741战略导弹中队。 先后在范登堡空军基地,埃尔斯沃斯空军基地辅役。 1972-1976年,在战略空军司令部任职。 1976-1980年,在五角大楼任职。 1994年任空军第20军军长。 1996年退休。 战当丹尼尔·巨星格·艾尔·戴尼尔·金森娜,生于1978年2月27日。 美国伊利诺斯州第16国会选区共和党议员。 他向CNN的名记沃尔夫·布利特,批评特朗普。 我参加共和党是相信共和党人保卫美国的最佳人选。 但是特朗普把这些共和党大的标准都抛之脑后。 杜安·迪·哈克尼·德韦·迪·哈克尼,生于1947年6月5日。 足于1993年9月3日。 美国空军散兵,是美国空军历史上,获得战功勋章最多的士兵。 获得过70多枚勋章其中,包括28枚加坠战斗微标志的作战应用勋章。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空军十字勋章。 杜安·还是第一位生前,就获得空军十字勋章的美军士兵。 也是最年轻的十字勋章获得者。 保罗·K·小卡尔顿·Paul Carton,JR,第17任美国空军军医长 Surgeon General,生于1947年5月13日。 1969年,毕业于美国空军学院。 1973年获得科罗拉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。 曾任美国外科医师学院院长,1981年任军医长顾问。 领导过空军首支欧洲,快散军医队也占飞行外科手术队。 作为主刀和助手,共计完成过一万次手术。 保罗·K·小卡尔顿,还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。 拥有F,美国海军和陆战队士兵勋章的知名获得者很多。 最著名的当然是美国前总统约翰F.肯尼迪。 表彰他在二战时,担任PT-109鱼雷快艇舰长时的应有行为。 美军授予了他士兵勋章。 好了,今天就介绍这些外军军事人物吧。 比较的安全妥当。 好的。 好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